常有人对宋朝文强武弱的局面大家诟病,这是没有深刻理解五代十国到宋朝这段时间的时局变化造成的。 我国古代王朝很讲究文人治国,武将治国的时候很少,不过每一次武将主掌政治大权的时候,国家常常都会弄得一团糟。 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,基本上都是一些打来打去的军阀和武将在主导政治,结果把天下弄得一团糟,社会倒退民生凋敝。 而且每一个军阀或武将政权都很难长久,你来我往打打杀杀。 天下谁也坐不稳,在赵匡应建立宋朝之前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,光我国中原地区的朝代就已经换了五个,武将杀掉皇帝取而代之的现象发生了八回。 所以这个时候谁做皇帝都很害怕,赵匡应上位后,为什么能终结五代世国乱世? 读历史,明示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在赵匡应建立大宋之前,中原最强的国家是厚州,厚州的一代木郭薇和二代木柴荣,郭薇的侄子,都是难得的贤军民主。 郭薇本来是厚瀚的重臣,由于功高镇主屡遭猜忌。 于是只好自立门户。 他在位期间,主要做了两件事,一是发展经济,二是改善民生。 当时民生凋敝,生斗小民生活不易,又因各地封烟不止。 豪门大户也是东躲西藏,而郭薇的发展策略,很好地迎合了这两种人的需求。 所以厚州发展得非常快。 等到柴荣继位之时,厚州的实力,其实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中原各国。 所以柴荣继位后,一方面坚持郭薇在内政上的策略不变,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积极进取,为厚州谋求更大的发展。 柴荣曾在各地经商,见识很广。 他又喜欢读书,所以也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基础。 他后来又跟着郭薇四处征战,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。 所以他对天下的形势有着很深的认识。 当他继位后,他心里非常清楚,天下的百姓和曾经的豪门,都希望有一个统一且稳定的国家。 而且他们并不希望这个愿望让契丹人来帮他们实现。 于是柴荣利用郭薇积累的财富,开始南征厚唐,西讨厚蜀。 在他去世前,他已经把长,将,以北的中原地区全部收入囊中,对于北面的契丹,他也丝毫没有手软。 后州的大军曾一度濒临幽州城下,要不是他身患重病,可能在他在世时就能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壮举。 等到柴荣去世之后,年仅七岁的后州公帝柴宗迅继位,因为柴宗迅年纪又小,又没有威信,而且皇亲宗室担心掌权的武将作乱。 于是,武将团体和宗室团体产生了劣迹,而赵匡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被作为武将团体的代言人黄袍加身了。 由此可见,赵匡应此后能顺利一统中原,其实和后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也可以说,是他摘了后州种的桃子。 其实这种事情在古代历史中屡见不鲜,比如秦朝结束乱,是,汉朝摘了桃子,隋朝结束乱,是,唐朝摘了桃子。 周末乱世,从春秋到战国,持续了五百多年,虽然周情之变,但秦末乱世仍可看作是周末乱世的延续。 从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到公元前二百零二年,持续了五百多年,汉末乱世,从黄金起义到天下三分,持续了将近一百年,虽然西晋统一,但五湖十六国以及南北朝仍可看作是汉末乱世的延续。 从公元一百八十四年到公元五百八十九年,持续了四百多年。 唐末乱世,从安史之乱到大唐灭亡,持续了不到两百年,之后是最暴力的五代乱世,又持续了五十四年。 从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到公元九百六十年,加上赵匡乱统一中原的时间,持续了二百多年,乱世的时间越来越短,统一的节奏越来越快,原因就是统一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,但是,从汉末乱世的四百年到唐末乱世的二百年,这个变化已经算是质得飞越了,路径依赖充满了大势所趋的宿命意味,但历史也从不拒绝偶然,而这个偶然,就是从郭薇到柴蓉再到赵匡乱的三个英雄变量。 没有这三个人,已经交织了中原与草原博弈的唐末乱世,就不会结束的这么突然。 这里用突然一点也不过分,后周从公元九百五十一年到公元九百六十年,总计九年国座。 而这九年的时间,却成就了以变送为核心的中原优势,军事威迫北汉契丹,经济雄甲天下南北。 这是力量上的颠覆性变化,而这个变化只用了九年时间,所以,必须得承认郭薇和柴蓉英雄盖世。 但,这只是力量,力量再强也强不过现宗时期的大唐,也抵不过庄宗时期的后唐,要结束乱世,再造统一。 关键是能够输出秩序,实现政治统治,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解决时代问题。 五代乱世的时代问题是什么? 就是自唐末以来的军人利益集团与王朝权力核心的关系问题,大唐没能解决,五代的后梁,后唐,后晋以及后周都没能解决。 但,这个问题在赵匡英手中被解决了,而解决的手段,不是秦战国的变法和始皇帝的建章立志,也不是冯太后的军田志和宇文太的府兵志。 而是赵匡英的关系攻略。 赵匡英也是武将出身,而且武功很高,战场之上显欲敌手。 他创造的一些棍法枪法拳法还被流传下来,但是他这个武将可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武将,陈桥兵变之后他黄袍加身,以同样的方式做了皇帝。 但是他深刻地明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制度都必须进行重大的变革,不然他极有可能也会像他的前任一样在某一天被一脚踢掉。 因此,赵匡英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,特别是在军事方面,其将禁卫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,背九十兵权之后,朝中大将掌握的军力已经不足以挑战中央,而边境等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只能和中央互相制衡。 而且主要用作对外防御和平定国内叛乱之用,那么这样一来,朝代更迭的原因就被消除了,没有力量可以挑战中央,而且各地的将领都不断地变换,这样将领很难在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。 所以,宋朝在政权形势上算是做到了长治久安,北宋历史167年,南宋历史152年,两宋共历史319年左右。 但是这样的改革也有很多弊端,就是军事上的对外开拓性力量不被支持。 在外带兵的将领受到严格管制,军事才能不能很好地发挥,不想着对外开拓。 这样国家就很难变得更强大,所以宋朝虽然经济很发达,但一直不能算是我国历史上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,没有达到汉朝唐朝那样的辉煌。 两宋300余年间,军事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防御外敌。 而且,正是因为不敢对武将放开军事领导权,缺乏打击外敌的主动性,只注重防御不注重进攻,结果北宋和南宋这两个朝代都是被外敌所灭。 北宋终结于靖康之耻,南宋终结于崖山跳海。 这和宋朝在政权巩固后,没有在军事上进行灵活变通的改革是有很大关系的。 翻开当时那段历史,唐、靖、汉、周、宋是一脉相承的,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是在一个基本盘内传承的,这个基本盘变得越来越稳定,权力交接变得越来越容易,成本越来越低。 而且地盘越来越大,于是天下就渐渐走向统一了,这个基本盘不断发展的轨迹是非常清晰的,只是因为权力传承时,不是同性之人,所以人们感觉它有些混乱罢了。 因为传统历史是建立在皇权政治的视角所写,所以它最关心的是帝国是哪家哪姓,如果皇帝换了姓,明明是同一个基本盘,史书也会认为帝国灭亡了。 如果皇帝是同姓,明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基本盘,也会认为帝国得到了延续,最经典的就是西汉、东汉,除了皇帝都姓流外,其间并没有任何传承的关系,但是人们总认为这两个王朝是一脉相承的, 而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大宋的皇帝都是异性的人,而且都换了国号,虽然他们都是在一个基本盘上混,但是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的交替者,翻开五代历史,从唐庄宗李存旭上位后, 如果错位的人都姓李,是亲子也罢,是养子也罢,那这段历史看起来,肯定就比较简单了,因为简单的梳理一下,就是,李克用,打出山西的基本盘, 李存旭,唐一世,以山西为基地,统一北方五省,唐二世,李四元,唐三世,石敬唐,唐四世,刘之远,唐五世,郭威,不断巩固中央集权,到了唐六世,柴世宗,帝国开始全面扩张,唐七世,赵匡印,唐八世,赵光义,成功统一大江南北,这段时间,整整一百年时间,公元八百八十年, 皇朝杀入长安城,公元九百六十年,赵匡印尘桥兵变,随后开始统一天下的战争,兼并江南诸国,公元九百七十九年,宋太宗又出兵灭掉了北汉,同年兵败高粮河,这段历史终于尘埃落地了,许多人觉得五代历史混乱,其实五代历史并不比其他历史混乱,仅仅是因为皇帝患得的太平凡,而且大多是异性,所以人们就觉得他非常混乱了,其实呢, 翻开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,仔细看时,也是非常混乱的,最简单而言,翻开两汉历史,对普通历史爱好者而言,除了几个知名度非常高的皇帝,大多数皇帝都是非常陌生的,围绕他们的权力之争,人们更常尝试一片空白,再简单而言,翻开大唐历史,对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而言,安史之乱后的一百五十年历史,其实就是一片空白的,因为除了能记住藩镇之乱的概念外, 大多数历史爱好者,好像不能再知道更多了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感谢观看